有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越南输国对华出口大跌44%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 越南希望把澳大利亚作为替代市场 近日 越南和澳大利亚就扩大出口仪式进行了讨论 据悉 越南荔枝 芒果和火龙果 已经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但越南真的把出口中心转向澳大利亚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 据了解 7月份 该国水产品出口额恢复增长势头 出口至中国的虾类增长了48% 看到中国市场需求庞大 该国定下供应目标 将在下半年对华出口约86亿元人民币的水产品 显然 越南此举是为了尽早重拾中国买家的信心 可见 虽然越南向澳大利亚伸出了橄榄枝 但该国依旧看重中国市场 环球热点 财之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